完裤子弟看上了世家小姐 为了得到她 不惜当众毁她清白名誉 这事也是二娘自作自受 原来在徐家宴会的时候 王家大姐就看中表面不一的二娘 在得知大夫人要把自己嫁给王玉 这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时 她愤怒不已 便心生一计 带着身边丫鬟 踩点王玉经常出入的风流场所 故意撞到王玉摔倒 使用美人计勾引王玉 随后告诉王玉 自己是罗府的十一娘 并说罗府二娘常年卧病在床 王玉哪愿意娶个病娘子 次日 王家便改口 非罗十一娘不娶 十一娘为了逃婚 准备带着母亲离开 正巧王家夫人这个时候 点名要见见十一娘 只好先让母亲跟东卿到慈安寺等她 女一娘半路发现自己的香囊不见了 原路返回寻找 不巧的是 今日徐家所有人跟江阳大道流泳 都在慈安寺 十一娘来到慈安寺 发现母亲还没有回来 连忙去寻找 发现母亲倒地不起 她抱着母亲冰冷的身体 不愿放开 正巧徐令仪赶过来 看她这样 心中不免 也有些难受 那她能把你母亲带回官府 由我所见识 执一份 就不舍便桃源一份 官府最终已被海盗流泳所害 草草结案 十一娘对这个结果不满 请求父亲重查此案 大夫人说 女一娘带着十一娘私自出府 她再查下去 影响罗家与王家婚事 和老爷复职一事 在罗家利益面前 罗老爷也打算就此了事 十一娘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大夫人也不放过她 说如果不是她自己要逃婚 也不会害死你一娘 是她自己害死了自己的娘亲 大夫人的话 成功地击溃了十一娘的内心 捡师傅来看望十一 见她如此自责难受 安慰她说 要振作起来 大夫人就是故意要刺激你 击溃你 别中了别人的圈套 十一顿时明白了自己的选择 随即告诉师傅 自己的母亲并非是刘勇所害 此话怎讲 你看这块修补 这是那日我娘一直我在守住的 十一娘来到当日事发地 询问了一个小厮 得知母亲的死并不是蹊跷 并与徐家有关 十一娘很快就被抓回罗府 大夫人为了惩罚十一娘 便叫人牙子把东京卖了 十一娘说 自己去出去 只是为了吊咽吕姨娘 就此放下过往 今后好好听母亲的话 安心嫁给王家 大夫人半信半疑的 也就不追究了 很快王家就来下聘 十一娘突然觉得 哪个环节有问题 当时明明是看中二姐的 怎么会突然改口娶她 觉得肯定是二娘从中作梗 于是把自己的画像 请下聘妈妈带回王家 很快 王玉便拿着画像 怒气冲冲找上门 家中下人根本拦不住这毒子 听说世子闯进来了 二娘顿时吓得惊慌失色 王玉进来 便要求十一娘出来见她 大夫人暗示十一娘出来 王玉不淡定 随即看到躲在一旁的二娘 你原来在这儿 骗我好管吧 放开我 母亲救我 罗大太太 你这个女儿不得了吗 她勾引我在先 说她自己是罗十一娘 说你们罗家二公 我是个病妖子 所以我才会求我母亲 该娶个罗十一娘 持续 你到底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不管什么误会 反正我要的就是她 我才不要嫁你呢 放开我 大夫人眼看事情到了这地步 二娘也被当众毁了清白 只好就按原计划进行 从今日起 她就是我的人了 我告诉你 除了她 我谁都不要